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科普一下金鱼色系当中的麒麟色 很多鱼商把这种颜色归为花鱼 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够严谨的 麒麟也分众墨麒麟色和麒麟色 视频中我也做出了标注 这个颜色之前见的很少 一度让我以为是近十几年中培育出来的新色系 直到我看到清代金鱼著作《猪鱼谱》中的一段记载 麒麟般者每一麟上有二色 或白边红心或黄心黑边或黑心黄边 位于足距渐如麟状而花者 思鱼如寿中之麟 寝中之凤 事不常有之物 虽说过去的记载跟现在的麒麟色有一定的出入 但是大致还是差不多的 下面我说一下个人对于麒麟色一点粗浅的猜想和认知吧 麒麟色兼具硬磷软磷亮磷三种磷片表现 背部大面积的青色黑色属于硬磷 腹部的位置是软磷 身体上不规则的分布着亮磷 至于麒麟色的起源我不知道 但是今年有不少玩繁育的朋友 用麒麟色配黑色的硬磷金鱼能出来不少麒麟色 所以这使我有了一个不成熟的小猜想 即早期麒麟色属于软磷鱼和硬磷鱼结合的产物 出来后经过定向培育色系逐渐稳固 再说说重墨麒麟和麒麟的区分吧 如果严格区分的话 重墨麒麟和麒麟差距其实也挺大的 标准的麒麟色大多数背部是青色 而重墨麒麟则有较重的墨色 只是现在标准的麒麟色实在是太少 所以不少鱼油把重墨麒麟也叫麒麟了 在我看来重墨麒麟是很流行的颜色 受到市场的追捧 但是我个人真的是喜欢不起来 我更喜欢传统的软磷五花色 所以咱们下期就聊聊我心目中的标准花鱼吧 咱们下期再见